手势鼠标 在EasyGo里面 有一个在无障碍功能里面 有一个叫做使用滑鼠手势控制您的桌面 这个它已经帮你装上去了 但是在Beta2里面 它并没有这一个选项 应用程式里面你看没有 那怎么做呢?按右键编辑选单 请你把无障碍功能打开来 这一个是虚拟键盘 还不错用,可以把它打勾 你可以新增一个项目 它的指令叫做e-stock 这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输入 手势鼠标这个程式 这有什么好用呢? 它真的非常好用 在EasyGo正式版里面 它会出来 启动手势鼠标 无障碍功能的手势鼠标 它可以做什么? 你把它点开来 点下去 你可以新增一个动作 比方说 我现在想启动火狐狸 它的指令 火狐狸的指令 就是 FIREFAX 在这手势上面 按两下 它会告诉你 它要记录新手势 这个时候使用滑鼠滚轮 画出你想要的手势 如果没有画对 就再画一次 一直到它有记录到你的手势为止 好 像这里它有记录到 我画一个弯弯的 它就会启动火狐狸 那接下来 我在桌面上 我只要按一个F 它告诉你 我启动火狐狸 你看火狐狸就起来了 相当不错的一个功能 再做一次 那我要再新增一个呢? 那我想新增什么东西 假设我想新增 应用程式里面 办公里面的impress impress的指令是什么? 我们可以按右键编辑选单来看 办公里面 有一个impress 里面的属性 原来它的指令 就是OOF 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复制 我把这个指令复制起来 新增一个动作 它叫做什么? impress 执行的指令 执行的指令 也叫impress OOimpress 这个 按两下 去记录 那我们impress 就一个i 好了 我们就画直直的一条线 只要它有记录起来 有记录起来 隐藏 我只要在滑鼠这边按一下 注意这边会跟 compress的一个旋转周面 稍微会有冲突 所以要小心用 好,这样有启动了 那你会看得到 impress 就会被我启动起来了 好,impress 就会启动起来了 好,这样就可以很快速的 启动程式 如果你今天是用 Wimote 或者一些电子白板 你基本上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快速启动 应用程式 这是相当不错 好用的一个工具